英美等国家关注案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求立即放任 在北京外交部说任何人都不能凌鸽法律 顿促美方尊重法治 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几十名民主派人士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到国驻港领事馆都有派人旁听 英国驻港领事韦俊辉批评港区国安法使用的范围 明显超出北京和香港当局之前所承诺 重新英方庇护港人的政策不变 但他说仍然对本港的独立司法有信心 欧盟驻港澳办事署副办事署主任韦利斯就说 会密切关注事件 英国外相南兔文提平当局作出的起诉 是另一次令人心感不安的举动 重新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罪行 呼吁立即放人 在北京外交部说 没有人能够凌加法律之上 美方会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内的正常执法 说三道四吗 香港警察依法拘捕并起诉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罪嫌疑人员 是正当的执法行动 我们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 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安全和稳定 发言人又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法治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目线电视记者 杨潔宇报导